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 我是东方 星期一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跌破了100 今年以来卢布对美元贬值了27% 对中国人民币贬值了23% 比卢布表现更差的是土耳其的里拉 尼日利亚的奈拉和阿根廷比索 西方的制裁让俄罗斯经济受到影响 但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 经济还没有差到西方预期的结果 主要是因为油价飙升 克里姆林宫财政支出大大增加 但卢布这么贬下去的话 俄国的进口成本大大增加 会推高通货膨胀 这是让莫斯科头痛的事情 战争的成本本来就很高了 物价上涨会让老百姓更吃不消 俄国人正在千方百计的转移资金 6月份瓦格纳兵变之后资金外流增加到10亿美元 亿美元兑换100卢布 这还是官方价 黑市的价格已经涨到了300卢布 尽管俄罗斯幅延辽阔横跨欧亚大陆 但是在骨子里 俄罗斯向来把自己认为是欧洲人 卢布也一定是要锚定西方货币 卢布汇率的稳定 不但是俄罗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欧洲俄罗斯的表现 这是信誉 这是荣耀 历史上战争和卢布贬值是如影随形 18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大举扩张 政府靠印钞票来支持战争 卢布贬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莫斯科故技重演继续印钞票 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 激起人民的愤怒 最终引发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 由于俄罗斯跟中国捆绑的是越来越紧密 人民币也踏上了贬值的历程 人民币会不会继续下滑 破八破九破十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大环境导致了经济陷入了萧条 内需不振 失业人数暴增 收入下跌 地产公司债务暴雷 信托公司债务暴雷 接下来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暴雷 经济前景暗淡 货币贬值是必然的事 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了贬值的进程 俄罗斯阿根廷货币持续贬值 这些贸易伙伴 这些跟中共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 在离岸市场抛售持有的人民币 用来偿还外战 填补财政缺口 而海外大量增加的人民币 就会压迫人民币贬值 为了维持汇率 中共央行不得不动用美元储备 来收购人民币 过去三个月央行抛售了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动用举国之力和各种关系支撑人民币汇率 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人民币单行到贬值 看来新冠上任的央行行长 潘工胜不眨地 该下课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防患于未然之际 建议大家有能力了 在保证刚性需求的前提下 赶紧向李嘉诚学习 抛售固定资产兑现 兑换成保值的外币数字货币 不能兑换外币的 也尽量把人民币换成黄金 换成现金持在手里 经济销条是现金为王的年代 所有的固定资产都会大幅度贬值 中共无力回天 已经无计可施 这是今天的开场白 碧桂园债务爆雷 其实在这之前就出现了许多异常迹象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雪莉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 贵碧园陷入财务危机 管理层星期一宣布 境内11党公司债券停牌 债券余额154亿元 碧桂园近期将召开债权人会议 那就是要寻求债务延期和从组 这次停牌的发债主体有两个 一个是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并一个是广东腾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其中最早到期的是9月2日 部分到期日在明年 有关碧桂园要爆雷的消息 已经传扬了一段时间 7月份总裁李长江减持了 323万股碧桂园服务的股份 套现2879万港元 减持之后 李长江的股份只有369万股 占比0.11% 9月30日 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慧言 把持有的碧桂园服务20%的股权 捐给香港国强公益基金会 合计64亿元 最终受益人是杨慧言的妹妹杨子莹 6月7日 碧桂园的2笔美元债务 没能按时对付利息 如果按票面金额来算 2笔美元债务的规模都是5亿美元 利息总额2,250万美元 2笔美元债务加在一起 年本带利不会超过11亿美元 8月10日 碧桂园发布盈利警告说 集团预期今年上半年 净亏损在人民币450亿元到550亿元左右 与此同时 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中植系旗下的中融信托 也有爆雷的迹象 上周末传出信托产品暂停兑付的消息 至少三家上市公司受牵连 涉及3,500亿元 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 中融信托也是因为受到房产的牵连而出事 中融信托的房地产业务占比一直在增长 即至到去年6月 中融信托纯续房地产业务规模高到793亿元人民币 其中部分房地产债务存在延期情况 如果碧桂园真的爆雷 可以预见的是 首先 公司股价暴跌 其次 所有供应商和上游企业都面临账单收不上来的可能 其中 一批中小企业破产 第三 如果政府撒手不管 必然出现大量的碧桂园烂尾楼 保交楼 第四 引发国内债务市场的波动 所有跟碧桂园相关的理财债券都可能出问题 也许引发多米诺股牌效应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碧桂园被冠以宇宙房企的称号 去年销售规模超过4600多亿元 排名第一 在北京政府放宽管制 大手笔支持房地产市场之际 碧桂园还是陷入流动性危机 这是当前值得反思和警醒之处 我是雪莉 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星期二 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信誓旦旦的说 中国目前没有通缩现象 将来也不会发生通缩 虽然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挑战 但统计局预计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下降 会进一步趋缓 傅林辉还透露 由于政策优化 房地产开发商的风险 可能会逐渐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 他还宣布 中国将从8月份开始停止发布青年失业数据 今年6月份的失业数据是最后一次 6月份 16至24岁年龄段的官方失业率 是达到创纪录的21.3% 日本经济今年第二季度扩张 而且高达6% 远远高于先前路透社民调 0.8%的中位数预期 这已经是日本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扩张 汽车出口活业 旅游业发达 由于物价上涨 民间消费环比下降了半个百分点 第二季度出口增长3.2% 资本支出保持不变 下面请看一周股市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中国经济萧条前奏曲外资清零 北京政府宣布不再公布年轻人实业数据 这话怎么说 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 我将和赵新女士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还有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 我们一会就回来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这个月发布的数据 第二季度外企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是49亿美元 同比下降87% 这是自打1998年以来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的降幅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 因为这是跟去年第二季度相比 而去年第二季度外商投资已经下降了50%以上 被腰斩 那个时候正是上海封城期间 而今年第二季度在去年已经下降一半的基础上 又下降了几乎90% 何止是腰斩 那是脚脖子斩 赵新 外资直线下降这个下降的速度 简直就是直奔清零而去 这也太快了吧 资本是有嗅觉的 而且相当敏感 美中关系越来越紧张 对外资来说 当然就是36级走位上 去年秋天的时候 中国美国商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是320家成员公司 了解他们在中国视察面临的业务风险 结果有三分之二的公司都提到 美中关系紧张是巨大的风险 美国正在推动跟中共的脱钩 强调供应链的稳定 强调供应链应该转移到信得过的国家 上个星期拜登签署行政令 进一步限制美国资本 美国人才帮助中国 作为投资者当然会有所反应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明智的投资者都不会想到 要去赚最后那几个通板 赶紧走 香港的李嘉诚就是典型 他早就把资产撤离中国大陆 他最近还把香港地产七折出售 完全看空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 这也是中共自己造孽 在香港执行国安法提前结束一国两制 香港在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在 本来中国经济就开始衰退了 习近平还强推新版反间谍法 这不是不让外资入门吧 现在除了已经在中国投资的外商 一时半会还走不了的 能走的已经都走了 或者正在离开 新来的是没有了 不是外国人不愿意来 是不敢来了 在疫情前 每个季度有超过100万外国人入境 这是中国发放签证的数字 应该是真实的 但今年呢 一个季度的外国人入境只有5万2000 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是还在华侨回国探亲的 资本也不来了 人也不来了 中共越来越孤立 面对外资急剧下降 中共急忙推出24条优化外商投资措施 分六大方面 能吸引外资吗? 不能 大环境是这样 注定外资只有单道行走的路程 这些投资有六大方面 提高利用外资品质 保障外商国民待遇 加强外商投资保护 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完善外资投资促进方式 这些所谓的措施都是空泛而且重复的 过去就这么说的 唯一实在一点的措施就是增加虚拟专用网络使用 也就是VPN 而且还强调外资入股不得超过50% 这不是明白的告诉外商到中国就得翻墙吗? 外资也不傻 被你骗一次是你坏 被你骗两次是我傻 弄文件出来忽悠已经不起作用了 不少小伙们还说中共有大招工具箱里有的是工具 真是这样吗? 如果有好工具的话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呢? 就像一个人得病了 你有偏方你倒是拿出来啊 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 已经送到危重病房ICU了 你还说自己有大招在后头 可能吗? 所以现在中共能做的就是密不发丧 统一报到口径 不准媒体说大萧条 通缩衰略这类四眼 这个星期二统计局干脆发布 从8月份开始 暂停发布年轻人失业率数据 完全就是鸵鸟政策 城镇失业率的数据统计 不过就5年的历史 从2018年开始的 最近的一次青年失业率 6月份青年失业率是21.3% 有记录以来最差的一次 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20% 这还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标准的很低的一个数据 一个星期只要干一个小时的活 就是就业人口了 就这个标准都超过21% 7月中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稍微计算了一下 如果要把1600万躺平 很老不工作的年轻人都算上的话 都算成失业的话 今年3月份 青年人的实际失业率能有46.5% 有一半的年轻人失业 这是3月份 现在正处于大学的毕业高峰期 这个今天的失业率更高 是啊 干脆不发表数据了 眼不见心不烦 谢谢赵新 由于中共做梗 英特尔放弃收购高塔集团 中国网约车司机要加倍干活 才能挣到一样的钱 还有环球90秒 接下来还有更多节目 敬请继续收看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感谢您继续收看一周经济回顾 我是东方 这个星期 英特尔公司宣布取消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商高塔半导体公司的计划 原因就是北京政府不答应 消息传来高塔半导体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蒸发了11个百分点 英特尔也需要为取消收购而支付3亿5000多万美元的给高塔半导体 美中关系越来越差 脱钩去风险化 政治风险也弥漫到商业和科技行业 英特尔收购失败就是北京从中作梗 去年杜邦公司取消了收购罗杰斯公司 这是一家电子材料制造商 也是中共监管机构不放行一拖再拖直到拖过收购期限 英特尔总裁盖尔辛格透露说 他曾经非常努力的劝说北京政府放行 最近一个月还亲自到中国跑了一趟亲自游说 但他也说虽然买不成高塔公司 但英特尔会继续在代工业务上投资制造芯片 过去两年来对英特尔芯片的需求已经降温 现在英特尔正在努力降低成本 承诺今年削减30亿美元的成本 目标是在2025年年底之前节省80亿到100亿美元 中融国际大楼外民众抗议 俄罗斯轰炸多瑙河口粮食仓库 乌克兰海军展示无人艇 波兰大规模阅兵 环球90秒90秒环球新闻 北京 在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大楼以外 几十名投资者喊口号抗议要求还钱 这些投资者大多购买了中融所谓的优质投资产品 年利率高达7% 但现在预期不还钱了 星期三下午中融大楼前已经没有了抗议者 但周围警力异常的密集 大楼内外停放着多辆警车黑海 星期二俄国对乌克兰南部进行轰炸 炸毁了多瑙河勒尼港口的古物仓库和仓库设施 这是古物运输的关键设施 多瑙河港口占据了乌克兰大约四分之一的古物出口份额 在这里粮食装上舶船 运送到罗马尼亚的康斯坦查黑海港口 然后继续装船运往其他的地方 乌克兰 星期三安全部门发表了一段视频 是一条叫海鹰的海上无人艇 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地 多次发生空中和海上无人机的攻击 8月4日夜间 乌克兰海军就在黑海军港沃诺罗西斯克 发动了一次无人艇攻击 俄罗斯战舰受损 波兰 星期二华沙举行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 这不单单是向俄罗斯展示武力 也是向选民传达信息 波兰将在10月举行大选 面对俄罗斯入侵的可能 波兰政府开始整军金武 这个星期的大规模阅兵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1920年的华沙战役 波兰曾经击败过苏联红军 中国经济下行 失业旅攀升 很多人加入网约车司机的营省 竞争激烈 赚钱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这位上海网约车司机叫詹健 今年35岁 他现在工作时间要加倍 才能赚到过去同样的钱 詹健现在早出晚归 每天能挣300到400元 中国防疫全面挡平之后 经济复苏乏力 年轻人失业率连连创下记录 顺分车行业人满为汉 供应过剩 580万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受到寝食 这位全职司机叫李伟民 他开的网约车是租来的 为了节约开支 他通常白天都不吃饭 主要是为了避免停车吃罚单 在上海停车非常的不方便 如果吃了罚单 可能半天的活就白干了 当然说上海这个地方 你能停车的地方 没有吃饭的地儿 你有吃饭的地方还停不了车 你不敢烂停车 你烂停车 满大街的监控铺天盖地 你停不明白就是200块钱的尾停 所以说后期我就索性白天我也不吃饭 就是晚上收车回家吃一顿就完事了 李伟民已经45岁了 他抱怨说现在找工作非常难 中共发布的数据本来就有水分是粉饰过的 但即便就是粉饰过的数据都太难看了 都已经显示出经济的颓势 官方媒体引述交通部的数据 从今年4月底到7月底 有40万人加入网约车行业 增长幅度7个百分点 可见就业市场的挑战 上海的平均收入是一天525元 网约车司机要长时间加班才能挣到这个钱 中国有300多个网约车应用软件 占去年总出租行业的40%以上 但上海三亚和长沙等一些城市 已经暂停发放新的网约车许可证 但即便是限制网约车司机的数量 随着中国经济信入萧条 谋生会越来越困难 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个星期宣布 停止发布年轻人失业数据 引发公众的愤怒 观众朋友们 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有反馈和看法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记电子邮件 werntd at gmail.com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